本折功能完成手机认证之后就可以预购口罩 第二成功预购者将收到缴费简讯 第三完成付款后可凭取货序号及证件 与指定的超商领取口罩 最后提醒大家网路只能预购成人口罩 定需加收物流费7元哦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跟我一样很多第一次来到我们八乡古庙 既然讲古庙 那已经很久以来诸佛菩萨在这片土地加持 所以我们今天因缘和合 大家能够在此地为佛法 为众生也为了自己的圆满的觉悟 而努力 那大乘佛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自私 完全帮助众生 那这个自私 那就是我们讲的我职啦 因为一直是想到自己啦 我的身体 我的爱情 我的财产 我的地位 等等 那事实上 心经 金刚经跟我们说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但是往往我们都有这个错觉 错误的想法 叫无名 就一直觉得我生下来了 我要读书 我要如何如何 最后我要死了 怎么办 所以因为一直执着了这个我 而让我们所造的业卡住我们 而让我们一直在地狱道 恶鬼道 甚至不断的轮回 甚至升天 升天也是有一个我 我做了很多善事 虽然他做了很多善业 但是执着这个我 那就让他就不断的 在这个天道 再轮回 所以我们学佛 这大家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当然一般人来拜拜 求发财 求儿女平安 求健康 那佛法跟我们说 不用求 念一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跟你宗教没关系啊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他总是有他的福报 一个帮助穷人的人 他总有他的 发财的福报 所以 所有的善恶业 决定我们自己的快乐 乃至暂时的痛苦 而并非宗教 但是一般人没有机会 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 他就会赶快痛苦 就来拜拜 但是 当然啊 每个寺庙 如果能够透着 他为了要离苦来拜拜 然后呢 就给他一点佛法 或者创造一些 他懂佛法的音缘 那么 让对方有机会 听到 这个道理 所以 原来 一切的快乐或痛苦啊 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 正信佛教 那所以 一定要懂得 佛法的教育 那这些 是我们的重点 虽然我们大家来 今天要办 焉供法会 消灾超度 但是我们也不能迷信 在这些 遗轨上面 那所有的遗轨 是要引导我们的心 进入一个正确的动机 那有这样子的 正确的动机 再加上佛力的加持 再加上我们所做的 这些法界缘起立 念一下 上供下施 那目的呢 都是希望 能够 转化 众生的心 我们自己的心 但是你要去 转化众生的心 那你的对象 一定要靠你自己 你有你的冤心在主 你有你的父母祖先 你有你的堕胎胎儿 那必须透过 你自己的转化 你转化你的心 然后呢 再加上 你对对方的忏悔啊 功德啊 感动啊 而让对方 也发起了一个 这样子的 惭愧心 来自出离心 来自对佛法的皈依心 对阿弥陀佛的信愿心等等 那终于 他放下了 所以这个心 执着就绑在那个地方 绑在那个地方 它就 不能自由自在 我想信仰的起步 就是 对佛的供养 那为什么要供养 因为一种信心 我们相信观音菩萨存在 我们相信 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所以我们 只要一看到佛像 我们就会合掌 十根手指头 再背一下 香花灯土果 茶食保诸衣 供养诸佛 这个合掌 就是一种供养 所以今天说 你虔诚的合掌 永不堕落三恶道 人缘很好 来世升天 所以 一合掌 一念佛 即正无上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虔诚 很庄严的动作 特别我们会拜拜的人 看到别人合掌 我们就很舒服啊 代表他对你很尊敬 很尊敬 因为他对你合掌 那当然这个合掌 也代表 对对方的一种慈悲 保护对方 那就是说 你的身口意 不会伤害到对方 身体有三项 背一下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我对你没有不好的行为 嘴巴也有四项 来 不骗你 不骂你 不说你是非 不对你讲没意义的话 口业 然后心里也有三项 来 不欠贪 不称慧 不邪见 我对你没有贪心吝啬 我对你没有生气恨 我对你呢 绝对是正知正见 因为你是我的妈妈 你是我的爸爸 你是我服务的众生 所以由事物的供养 进入了行为的供养 所以我认为一个修行的人 不分你是什么宗教 基本上你是一个好的人格 你的身体的行为 你讲话的态度 你的心态 都是让别人感受到 你对他的保护啊 关心啊 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 你也讲被欢迎的人 好不好啊 不要做一个被讨厌的人 不要做一个 会伤害别人的人 那我想这个是 一个基本的道德 那我想拜神也好 拜佛也好 拜观音菩萨也好 我们就是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 然后学佛 学神 来帮助别人 来帮助别人 那这一点是 各位来修行 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动机 但是你要帮助别人 那你要有一个好的功德 一个好的力量 那这有佛的加持 所以我们背下十大愿望 哦 我要 除了我不伤害你 我要在你身上发愿 发愿 希望为你 为你能够做一些事情 念一下 一者理敬诸佛 为了要成佛 我们要理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那我们要开始学习 赞叹佛 还有别人 念一下 称赞别人 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讲话不要苛刻好不好 不要批评 不要讲别人的缺点 再问一次 老公好不好 帅不帅 太太美不美 对啊 那你生命就快乐了 不然你就会得癌症 你会腰痠背痛啊 你会肾脏不好啊 所以你要你儿子好 事实上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的行为影响了儿女 对不对 所以先生的态度影响太太 太太的啰嗦影响先生有小三 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不快乐啊 所以不温暖啊 他如果乖乖在家里就得生病了 他出去玩一玩身体还健康一点 是因为你太不可爱了 弄了他起心动念憋死了 对不对 所以佛教里面讲的道理很简单啊 来互相影响 所以佛陀讲的道理叫因缘所生法 原生原灭 所以人人的每一个人的生与异 都一直在影响别人 所以我们家里有一个贡业 贡业 不可能说你有钱 然后你儿子很穷 不可能 家里人的贡业 这个互相影响 家里一个人有忧郁症 我跟你讲 其他人慢慢都有忧郁症了 因为我们用造成忧郁症的语言行为 一直在刺激对方 有忧郁症 所以各位昨天你就知道了 你希望你妈妈身体好 你希望你儿子身体好 你自己好 他就会好 你自己一直用一个不好的心态 语言行为 错误的 然后就激发对方 精神有问题 激发对方生病了 所以佛教徒一个正确的心态 念下 他非及我非 世民争忏悔 原来别人的痛苦 别人的错误 都是我引起的 所以我要好好的忏悔自己 我好好的忏悔自己 我才能够来够影响别人 那是一个错误的人 都是你错 都是你害我的 完蛋了 你这个人不懂佛教了 真正的佛教啊 众生的苦都是我的责任 众生的快乐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们佛教只有叫我们两个字来 慈悲 对所有众生给他快乐 你才会快乐 帮助所有众生离苦 你才会离苦 来 喜舍 我们希望所有众生都永远的随起他的快乐 舍呢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的去爱护所有生命 那这才是你生命快乐的原因 所以那个十代愿亡的目的 是透过我们来礼拜供养诸佛 而来提升自己 刚刚讲了 以礼拜诸佛的方法来礼拜众生 尊敬众生 以称赞佛的方法来称赞别人 好不好 所以各位开始改变啊 这个嘴巴不要讲别人的缺点 这个口叶要清净 称赞别人的优点 众生再坏他都有佛性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只是把你的佛性拿出来 你的黑暗就没有了 很简单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一成佛只要讲一句话 来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你看佛陀看到我们的佛性 所以佛陀很快乐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什么是佛性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很简单来 大慈悲心 那就是你的佛性 所以你看到任何生命都有大慈悲心 你看到鱼都很尊敬它 你快成佛了 为什么我们要吃树 对我们来讲 一只鱼一只鸡一只鸭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是未来的佛 所以你看到一只鸡一只鱼的佛性 你要保护它 而不是吃它伤害它 那这个人会不会成佛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各位 刚刚用了最美的东西 来供养诸佛菩萨 今天晚上回家 你要供养 叫你老公 坐好 干嘛 我供养你 叫你儿子那边敲法器 全家那边香花灯涂光 你老公变佛了 因为你把他当佛 他不得不成佛 因为你开发他的佛性 虽然他现在不会赚钱 胖胖矮矮的 秃头 但是他的佛性都还在 所以各位 一个丑丑矮矮的 但是他用慈悲心对待你 他是不是最美的 这就是老和尚 太美了 太庄严了 老和尚就算九十岁 都已经弯腰驼背了 我们都还要拜他 哎呦 太美了 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他的外表 他有没有钱 他庄大不大 而是因为他的心 他的心太慈悲了 他的心无所求 所以我想 我们透过外在的供养 来改变自己 所以念一下 一者离敬诸佛 消除我慢 绝对尊敬众生 所以各位不要去利用别人 男人也不要好色 哎呦 这个女的这么漂亮 把他抓来睡觉 哎呀 你看不起对方 女生也是好色 哎呦 这个男的这么帅 我把他抓起来 我把他执着起来 那你根本就是侮辱对方 他是个佛 你怎么去侮辱他的 但是因为你好色 你执着这个外相 所以你就想要用感情去抓住对方 那当然不对 所以各位 尊敬所有众生 像尊敬佛一样 永远要记住这句话 我们每天在拜佛 拜佛供养佛 难道每天巴结佛 让你赶快得大家乐 赶快发财啊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自私的在拜佛 有所求的在拜佛 这样就没有了解佛法的重点了 所以我们把最宝贵的头 顶在地上 这个土地上的所有一切 都是我的主人 都是我的父母 都是我心中的佛 你看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为什么这么积极慈悲啊 因为观音菩萨 把阿弥陀佛顶在头上 这什么意思啊 来 所有众生 都是我心中的阿弥陀佛 所以观音菩萨自然慈悲 因为你杀人放火 再做的坏事 他还是把你 你是我心中的如来 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念一下 原谅对方 好不好啊 你老公外面已经小三小四小五 没问题 他可以成佛的 你要有耐心 你要慢慢的有耐心 你不要舍弃对方 对方最后 浪子回头 所以佛陀永远不放弃我们 菩萨永远不舍弃我们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放弃别人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焉供 除了这个焉供供养诸佛 供养观音菩萨 我们最主要供养的对象是什么 来 恶鬼到众生 恶鬼到众生 各位怕不怕鬼啊 人人一般人都怕鬼 結果我们这批人居然在鬼来喔 今天晚上带一堆回家喔 好好厚度他 帮助他 所以 但是各位不要排斥 你怎么爱小baby的 他这么脆弱 你都永远抱着他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 你再糟糕 你在我肚子拉大小便 我还是要抱着你 因为我要让你长大 用爱 用慈悲 用没有分别的爱 可以让他成佛 希望各位学佛了 要有这个决心 你要从有内心的决心 我今天出家 我今天来学佛 我是要来服务众生 我不需要来欺负众生 来利用众生 所以来践踏众生 因为我要把头放在地上 各位你不要看 我的法师高高坐在身上 这个不是法师在做皇帝 我们只是尊重这个法师 身上有法 不是尊重他的外表 因为他在讲佛陀的教法 所以我们尊敬他 而不是说这个法师很出名 我们把他捧得高高的 坐得越高摔得越重 会下无间地狱的 所以 为什么因为 作为一个法师 他被尊敬的是他的智慧 他学习佛陀的正法的慈悲 所以法师本身是个乞丐而已 所以我经常讲这句话 来 身如乞丐 虽然我们法师是个乞丐 因为人家供养我们吃饭 供养我们一个睡的 我们很感恩 谢谢 法师是个流浪人 但是 内心里面 我充满了真理 充满了慈悲 今天中午不吃饭也会偷笑 为什么 以幸福做食物 没有饭菜没关系 所以 因为各位要有决心 如果今天你来这个世间 一直享受 那是什么 来 损福报 救生病 记住 我认识一位老板 他本来一个房子 不错 看到人家都在盖大房子 他也去盖一间更大 结果每次进去以后 就头昏脑脏 睡不着觉 然后呢 生意就开始不好 这什么意思 有十分福报的人 却要去享受五十分的福报 折瘦了 他住不进去了 为了自己的贪心 然后就开始生病了 所以各位 不要一直很爱面子 别人用的我也要用 你已经超过你的范围啊 所以 法师应该做应供 什么叫应供 我要好好的持戒修行 才接受别人的供养 如果我没有好好持戒修行 被人家供养 我等于在喝酮汁啊 哎呦 将来要 做牛做马还人债啊 所以 当然这不是讲我们出家人 而是说 每一位菩萨 既然 你喜欢人家叫你菩萨菩萨 什么叫菩萨 你也叫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愿众生离苦得乐 那这个叫菩萨 所以得列萨修女叫菩萨 这个世界有爱心的 奉献给众生的叫菩萨 奉献给狗的叫狗的菩萨 奉献给牛的叫牛的菩萨 那我们佛教更大了 再列萨 奉献给众生 所以大乘佛教的教育 是希望大家做别人的菩萨 做众生的菩萨 所以有一首歌叫大家来做菩萨 那你要知道菩萨的意义啊 菩萨的意义是自己无所求 自己没有欲望 自己过得很简单 但是呢 把最好的都给对方 所以昨天还教各位 念一下 自他交换 愿我所有的快乐 都给对方 愿对方所有的痛苦 都给我 这个叫菩萨 所以菩萨走到哪里啊 替人家扫厕所 像我们刚开始出家学什么 扫厕所 怎么学 师傅要去上厕所了 我们就碰 就碰到厕所 先把这个什么什么 马桶都弄干净 师傅请进 这我们出家学这个呢 我以前也是有点 钱的人耶 但是你要出家吗 扫厕所 服务众生 扫水沟 替师傅铺床布 就是没有帮他洗澡 其他都做完了 那为什么要 师傅要这样虐待我们啊 师傅说 如果你不懂得服务你的师傅 服务佛陀 你将来怎么服务众生啊 你就不会服务众生啊 所以我们都要这样学啊 来 上台讲经 下台做工 你不要高高在上 虽然你现在做董事长 记得随时扫厕所 你的员工 每天来上班 哇 现在找的工友是谁 把我们厕所扫这么干净 那个叫老板 所以如果你懂了佛法 那你不会骄傲啊 因为没有员工你怎么赚钱啊 所以是因为员工帮你忙啊 你才有钱赚啊 所以学佛跟不学佛 各位要有心态的改变 而不能利用佛教 我利用佛教来得到我自私的目的啊 那你没有把佛法用在你心上 佛法用在你心上 各位一定要抓到重点 抓到重点 来 尊敬众生 服务众生 让众生成佛 让蚂蚁成佛 让坏人成佛 让蟑螂成佛 所以佛陀会告诉我们 绝对不要伤害生命 念一下 不杀身 绝对不杀身 愿敬畏来寄 不杀害任何生命 各位这是学佛的入门 如果你还会去杀害生命 今天蚊子顶你了 跳蚤在你身上 不要去动它 赶快把衣服脱下来 找到那只跳蚤 赶快找一个安全快乐 跳蚤还可以吃东西的地方给对方 因为你是佛教徒 那你生生世世会很有福报 为什么 这只跳蚤你对它那么好 它将来就有机会投胎做人 做为神 那你就福报很大 它生生世世来帮助你 所以一个人会发财 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有福报 碰到好爸爸 碰到好妈妈 娶到好老婆 嫁到好老公 生到好儿子 对不对 碰到好朋友 所以有福报 但是你这辈子 碰到坏的父母 你不喜欢 坏的兄弟姐妹 坏的朋友 因为你过去跟人家结厄缘嘛 所以我在问各位 老公有外遇是谁的错 你要说我的错 我的缘 你不能一直指着别人 所以佛教里面的修行是 反省自己 哎呀 老公有外遇 好可怜 老公要下地狱 哎呀 这是我的错 我要好好的改变我自己 不要让我老公下地狱 造恶业 但是你千万不要骄傲 我这么好 你那么坏 这个叫傲慢 我对 你错 那叫傲慢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都不会傲慢 为什么 任何一个众生在造恶业 佛菩萨心里都很难过很惭愧 因为 那个是我的错 我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对方 保护对方 对方才会如此 所以弥勒菩萨到今天 都还在拜佛 他一天呢 穿得很整齐的忏悔的衣服 在为众生拜佛 忏悔 不然他没办法成佛 所以因为成佛是要来 承担众生的恶业 成佛是要把他的功德 布施给众生 所以佛太伟大了 我们这样来供养诸佛 我们这样来用修行来供养 那太好了 所以在悲赐来 十大愿望 来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所以各位要经常供养别人 送好的礼物给别人 赞叹别人 因为你在修行 你说对不起 对方很糟糕 我不能讲他的好话 我讲了就痛苦 你太情绪化了 爱得要死 恨得要死 特别女孩子很注意 女孩子喜欢她 就像一朵花 讨厌她就像一堆大便 臭得要死 脸都臭臭了 臭臭了 这个叫情绪化 执着 你这个执着 你就没办法修行 所以叫女人比男人少修五百次 太情绪化 爱的时候真的那个脸像苹果一样 恨的时候 像恶鬼道一样 所以我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说 师父我受不了 什么意思 以前我女朋友很可爱的 现在好恐怖啊 我说我早跟你说了 爱你一种脸恨你又一种脸 那你还在活在那个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了 变化无常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一定要了解 试着忏悔业障 所以别人的错 别人的不好 世界哪里不好 你不要骂了 香港好不好 你不要啰哩巴说 开始讲哪里啰哩巴 香港不好 都是你的责任 都是我的责任 我好好的拜佛 香港已经很好了 不然全世界 这么多人要来香港玩干嘛 但是各位不要再挑剔了 一般人都不懂这些啊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耶 是不是 这个世界不管到哪里 都有好的地方 像各位跟我一样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巴乡 好不好 我最喜欢这种地方 有人情味 有拜拜 做个烟共 没问题 这种乡下可以找到自己 现代的高楼大厦 会让你失去佛性 会追逐欲望 现在的小朋友啊 不太好教了 他们开始追逐欲望 每天看着手机 不是看着家里的蛇 已经不跟阿公阿嬷在一起了 每天都看着手机了 就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各位要不断的向内反省 检讨自己 进化自己 生命的快乐 不再拥有 生命的快乐 来自于找到自己的缺点 能够改变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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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